原警實施酒測一旦抓到酒駕上路 就會扣車開罰加移送 至於車輛將會掉扣牌照 而且一扣就是兩年 即刻脫走違規車輛 如果情節嚴重 還會被強制扣車 不過這些車輛如果屬於租立車行 對業者而言損失慘重 不管是長租或是短租 你只要被掉扣 我們車子就是不能使用 那就是要繳租金 繳到你掉扣期滿為止 然後我們車可以使用 那你才不用講 所以為了讓牌照起死回生 有不效業者勾結遠景 連手鑽漏洞 而這種假開單遵收會的潛規則 其實在業界是一種不能說的秘密 有些人會用比較不法的方式 去重新取得牌照 然後來繼續營業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重新取得牌照 那就會營業上的狀況 就可以得以解決 那他們就可以再重新營業 租賃 獲利 獲利這一塊 因為警方發現這些業者 找到法律漏洞 才會找上遠景開假單 為了避免類似手法擴散全臺 警政署現役修法 交通部今年三月 也發文給各監理機關 下令吊扣牌照起滿 才能重新清理牌照 修法不破網 防堵不肖業者 繼續專取漏洞 同時也要杜絕警戒貪污醜聞 再度發生 經濟文 賴斯汀 顏凱旭 採訪報道 也要紜免類似手法 二次會議員 一位